- 通國天后艾戴爾擁有精湛歌藝 每次推出新作品總會在全球掀起熱潮 日前他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凱撒宮酒店開場 近大批歌迷入場支持 期間他手持要送給觀眾的紀念T-Shirt發射器 在台上拿著麥克風開玩笑的警告眾人 如果敢從台下對他人東西他就會宰了對方 原來近期的現場表演中有不少觀眾 從台下丟東西到舞台上 美國歌手BB雷克沙 甚至因此被觀眾的手機砸中眼睛 最後不得不中斷演出緊急送醫 傷口還得縫針治療 令人感到十分心疼 艾戴爾為了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於是才會做出這樣的舉動 獲得不少網友大讚就是喜歡他這麼霸氣的態度 希望觀眾們能遵守演唱會禮儀 不要再讓演出者受到傷害 在講解 來自作人跳 身體會願取得比划 回家 手裡 有 有 有 剛才 雲 雲 感谢观看